那所以在实施上呢 第一年级就属于融入的方式去实施 那我们来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它的相关的内容 那既然是融入的话 我们就会希望说 不是 它是融入在你的其他的课程里面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 其实我们希望老师们教的内容是科技的素养 科学的方法 包括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这些方法 那怎么样把这些方法在第一年级不插电的 活动里面就可以让它有这些概念 我们举例来讲 比如说 运算思维里面 各位都知道 会有系统拆解 那我们在开学的时候选股掌 选股掌指派任务 那这不就是一种系统拆解吗 所以以后你就会知道 管秩序的就交给风气股掌 收作业的就交给牌长 那所以类似诸如此类这样的东西 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所以像我们可以利用 利用普克牌或一些简单的游戏 让它知道什么叫二进位 那普克牌有正面反面 所以会有两种情况 你就可以很容易拿来用游戏的方式去教二进位的教学 那或者是说 你给它一个图片 一支可爱动物的照片 然后我们用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表格格子 方格子让它去着色 然后让它用像素去表示这一个刚刚那一个图片 就是把那些资料把它像素化 这个也是抽象化的概念之一 就把重点抓出来 把重点把架构抓出来 那或者是说你给它一些 安排一些大地活动 工程站 然后利用一些纸牌 那这个纸牌上面会有城市的指令 比如说向前几步 然后做什么样的攻击 或者防卫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个纸牌做这样的活动 那这些都可以都可以达到 我们在教这个运算思维或设计思考 或者一些科技的一些概念的教学 那重点是你在玩完游戏之后 你必须把这些东西给提炼出来 把提炼把它提炼 把它的重要元素提炼出来 跟小朋友说这是一种方法 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做处理 那像比如说二年级 我们也可以在不插电的学习手册里面 它其实里面有蛮多章节 蛮适合这个中低年级来使用 比如说你用一个中文的绕口令 来学文字怎么做压缩 那它是可以上课带的一个小活动小游戏 那或者是说你们在玩九宫格冰果游戏的时候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学习资料表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 或者是说学用密码 那用资料加密 比如说你在某些字里面 你在一篇小段落文章里面就加了固定某些地方 加一些字 让它去一开始就没有办法读取 除非你把那个多的字拿掉 这个其实就是加密的概念 或者你有一些导电的教具 或者有一些厂商提供的一些机构的玩具 比如说类似像乐高、智高这一类的 那或者是你自己开发运用的 那总之就是希望各位老师在课堂里面 利用游戏或活动或甚至桌游 有很多桌游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概念教学 去做相关的指导 那这些指导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你要把科学的方法 把它体练出来 思考的方法 逻辑判断的方法 这些把它体练出来 让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是低年级的教学 好